中国商务部已经就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的通话发了消息稿 消息稿也指出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 交换了意见 在此我们有进一步的内容可以向你提供 我想农产品的贸易是中美两国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这是当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的回应 需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于涉港问题 我想我们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香港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观看